朋友们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个课程呢 我们主要讲述使用Python开发GUI程序的这个环境的搭建 那么本次课呢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Python版本的这个选择 然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用Python开发程序的这个EZ模式 我们尽量在这个搭建环境的时候呢 节省时间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AnaCanda的这个介绍 及安装 装完这个AnaCanda之后呢 我们想要开发这个Python的程序呢 还需要安装一个集成的IDE环境叫做ERICS 然后我们后面的课程 主要使用的这个集成的IDE开发环境 是这个Eclipse加PyDev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一下这个Eclipse加PyDev的这个安装 那么装完这个Eclipse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下这个环境 那么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Python GUI开发之旅了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Python版本的选择 呃 大家可能都已经有所了解 这个Python呢 它是分了两个版本 呃 一个版本是这个Python2.x 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个Python3.x 呃 由于Python呢 它这个发展是由社区支持的 那么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呢 就出现了一个断层现象 就是这个Python3.x呢 并不向下兼容这个Python2.x 那么我们本次课程呢 还是选择使用Python2.x 就是这个Python2.7 呃 我们选择2.x的原因呢 是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工具 在2.x下的运行的都比较稳定 支持也比较好 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具 已经转向3.x的支持了 呃 好多工具现在是2.x也可以运行 3.x也可以运行 但是呢 有还有相当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工具 目前还没有转到3.x上来 呃 鉴于此原因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当这个3.x的这个试验小白鼠 当然了这个 出于学习语言的这个角度呢 我建议大家学习2.x的同时呢 关注一下3.x 呃 据我所知 从2.x转移到3.x呢 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毕竟它 绝大部分的核心模块还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 这个字符编码呀 还有一些相应的API做了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呢 网上已经有好心人 这个 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 就是比较这个2.x和3.x的区别 呃 对于我们出学者来说呢 学习2.x之后 想转移到3.x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 这个版本的选择呢 就迟到这里 我们本次课程呢 选择使用Python 2.7 呃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使用Python开发程序的这个EZ模式 那么我们很传统的这个开发模式呢 就是到网上下载一个这个Python的标准安装包 然后在需要用什么模块的时候自己一个一个这样装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呢 就是Python的这个原生的这个ID 它并不是很好用 呃 我们说它并不是很好用呢 不是说它这个就不能用了 或者是有有有如何如何多的这个缺点 呃 不好用只是说它跟其他一些比较牛的工具相比 它并不见得怎么好用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IPython IPython它是一个这个增强型的这个Python的这交互式的Sile 呃 说它是增强型的呢 是因为它比Python的这个原生的Sile呢 功能强大一些 它支持这个变量自动补权 因为我们用Python原生的那个Sile呢 大家的那个敲代码的时候要一个一个都敲出来 但是你用IPython的时候 你只要签几个字符 然后按一下type键它就自动给你补权 如果有多个选项的话 它会多给你列出来 然后我们再从多个选项里面去选择 呃 所以呢 这种方式是非常友好的 呃 基于此呢 我基本上个人是不怎么记得Python的一些包里面的方法了 因为我全靠这个自动补权 然后我看的名字我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记那些函数啊 或者方法啊或者类之类的 它还支持这个自动缩进 支持这个BatchShell命令 这个BatchShell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Linux下的一个命令 那么你在Windows下想查看当前路径下的这个所有的文件呢 你得用DR命令 但是呢 在BatchShell下你直接敲Ls就可以了 因为我平时在这个Win图下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我习惯于用这个Linux的命令 所以我不太想去学这个Windows下的这个命令行操作 所以呢 直接在这里边敲BatchShell命令呢 就很方便 同时呢 它内置了很多这个有用的这个功能和函数 那么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去列举了 我们后面接触到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 好 那么介绍的第二个这个开发环境呢 就是这个集成式的Python科学计算环境 它内置了很多科学计算常用的Python扩展包 这些扩展包呢 是我们标准的Python安装包里面没有的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自己手段安装 这个包呢还不少 并且安装的时候呢 虽说不是很繁琐吧 但是出学者毕竟是容易遇到各种问题 那么Python XY呢 它是直接内置了这么多科学计算包 比如常用的这个Numberpy啊 还有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Python绘图工具 Metplotlib 包括这个科学计算环境Spider 我有一位校友 他现在在日本工作 他写了一本书叫用Python做科学计算 那么这本书呢 对Python XY这个环境呢 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他这个Python XY呢 有个缺点是 他这个核心开发人员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现在更新的不是很快 并且他里面很多包都已经比较老了 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EPD 他也是一个商用的这个Python的发行版本 他里面也包括了这个众多的科学计算包 当然他作为教学使用是免费的 这个呢 我没有做太多的调研 因为他是商用的这个发行版本 所以我们作为教学使用免费 但是我们真正开发的时候呢 也不希望用一个这个商业的版本去开发 因为毕竟Python本身它就是开源免费的嘛 我们搞一个商业的版本总能让人感觉怪怪的 并且这个我们社区维护的这个开源版本的这个软件呢 很多开源的软件 这个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性能上也没感觉比商业的要差在哪 所以我们这个商业的版本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使用 前面介绍的就是这个Python的科学计算环境 那么为什么介绍这个科学计算环境呢 因为这个不像国内啊 国内的这有些科研院所给大家这个感觉可能不太好 在国外呢 这个一个新语言或者是新工具啊 大部分都是由这个科研院所去研发产生的 当然现在有了Google和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之后呢 很多工具是Google啊 像这些领头的互联网公司去发明的 那么在之前呢 这些编程语言啊 包括这些好用的工具啊 还包括这个操作系统啊 都是国外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实验室 他们才有人力和物力做长时间的这个研发 去研发这些好用的工具 所以呢 在国外这个科学计算环境呢 它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 并且是你拿来作为商用人间开发的话 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EZ开发模式都是从这个科学计算环境介绍起的 那么我们介绍了前两个 当然了我前两个我们都不会用了 这个主要我们想介绍的就是这个Anacana这个环境 它也是一个这个集成式的这个Python的科学计算环境 它比较有特色的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Python之父 极多 范楼苏姆作为核心成员之一 进行开发的 那么它涵盖了这个Python2.x和Python3x这个版本 并且它覆盖了Windows Linux和MacOS系统 也就是说它同时有支持2x和3x两个版本 并且同时支持三个操作系统 所以它这个软件我们算一下 2x3应该是有六个版本 就是在不同的系统下 不同的版本它都有开发 并且是Python之父带领作为核心人员去开发的 那么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科学计算的这个扩展包 并且也非常方便的安装第三方的扩展包 那么这个软件我在三个平台下都有安装 并且也非常方便 它内置的这个很多科学计算包呢 版本比较新 并且这个软件本身更新也非常快 因为毕竟Python之父在给它做维护 然后呢 它这个也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可以随意的到官网去下载使用 我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以这个软件作为默认的Python解释器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如何去安装它 这个下载安装呢 就是到这个网址去 Anaconda从百度搜一下 然后点击第一个链接 就是它的那个官方网站 Anaconda这个词呢 是大蟒蛇的意思 就是巨蟒 Python是蟒蛇 Anaconda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蟒蛇比这个巨蟒 比这个蟒蛇大一些 大一些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里面也自带了很多 它官方统计是说 有多达300个扩展包 但是呢 它这个300个扩展包是分散到三个平台的 也就是说有些扩展包 Windows有可能Linux就没有 有些MacOS有 这个Windows也没有 就是这样的 但平均呢 每个平台呢 它也额外的有100多个扩展包吧 也就算是非常大 也常用的扩展包 它都有包含在内 也不用我们自己去下载安装 那么安装这个Anaconda需要注意呢 一切过程在Windows下 一切过程都是默认安装 并且最后呢 要把它设置为这个默认的python解释器 那么这个也是软件默认的 大家只要一路next就可以了 不要做任何的改动 那么安装之前呢 需要卸载之前已经安装的任何python解释器 包括这个原生呢 或者是2.7啊 3.4啊 通通都卸掉 只用这个Anaconda作为默认的 这个python解释器 我们去它的官方网站看一眼 这个官方网站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我们进来之后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 这个Anaconda for Windows 在下面下载这个64bit 或者32bit的这个版本 我们用的是python2.7 如果大家真的是非常想体验一下 python3.4的话 可以在这边下 然后它后面有for OSR的 就是苹果系统的 后面还有linux的 当然这三个版本我都使用过 非常好用 那么我们回来继续讲 我们装完了这个Anaconda之后呢 并且使它成为默认的 这个python解释器之后呢 我们需要安装这个eric4 eric4呢 对eric4 eric4呢 它也是一个这个python的这个ide 那么它是可以作为python的这个ide 也可以作为这个Ruby语言的这个开发 开发的这个ide 这个Ruby语言可能大家也有所了解 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发明的语言 它主要是应用在这个web开发 呃 现在这个eric4呢 在网上在这个sauce覆盖上 已经下不到圆码了 那么我之前下过圆码 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大家呃 需要的时候找这个卖子学院的阿老师需要 呃 它安装的非常方便 就是把这个圆码下来 然后进到里面双击这个install.py就可以了 装它之前一定要先安装Anaconda 并且使这个Anaconda成为这个默认的这个python解释器 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寻找路径去安装 双击install.py安装 然后呢 首次运行呢 它需要配置一下这个呃 软件的环境 它主要有几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 要呃 在这个editor里边 这个api 呃 选择这个语言是这个python语言 然后点这个add from installed apis 然后默认第一个就是这个eric4 addipi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compile apis 就是它编译了一下 编译就是为了让以后运行的时候稍微快一点 不然我们运行的时候 每次它自己编译 当时也无所谓 就是稍微慢一点 下载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然后呢 下一项是设置这个啊 自动补权 这个ide本身也可以自动补权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勾选这个使能自动补权 呃 然后就是 自动补权的下一项 呃 点击这里叫from documents and api files 就是从这个文件和api files都要自动补权 那么进行了这些设置之后呢 呃 这个eric4就可以使用了 好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 呃 配置完成这个eric4是长什么样子的 呃 这个eric4之后它就在这里 我们双击运行一下 它这个启动界面呢稍微有点恐怖啊 是一个很大的猛蛇 有点慢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应该是已经启动它了 呃 因为我上次进行开发的时候 它这个有一个bug啊 然后我们不管它 like now and delete 呃 这就是它的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呃 打开一个资讯的工程看一下 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生成的这个UI代码 我们后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这个过程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UI文件 就是我们设计的 好 我们继续回来 呃 呃我们主要的这个IDE是使用这个Eclipse加PYDEV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越野安装eric4 然后又不把它作为主要的这个IDE呢 是因为这个Eclipse加PYDEV这个环境啊 不管是在Windows加 呃 Linux加还是这个MacOS加 它运行都非常好 并且Eclipse它本身是用Java写的 这个我教大家一项技能的时候 并不是说只局限于这一项技能 那么我们用Eclipse之后呢 你想用来开发4++ PHP或者Java呢 都可以用这个框架 所以我建议大家本次课程 跟我一块熟悉一下这个框架 那么之后呢 做其他开发的时候呢 你也很方便的就入手 这个课程呢 虽然是Python这个GUI呃 程序开发 但是呢 我想仅仅教给大家这个Python 用PYQ对开发GUI呢 是不够的 我想尽可能的多讲一些 让大家多学一些 那么这个Eclipse加PYDEV的这个开发呢 首先也是下载这个Eclipse Eclipse 我们直接到它这个官网去 到官网呢 我们发现这有好多个版本啊 什么这个 呃 Fall Java Fall C++ 然后JEE啊 然后还有这些后面这PHP啊 还有这些后面乱七八糟的 这个后面用 我也没有使用过 那么这里面呢 实际上大家随意的下一个就可以 因为这些都是Eclipse框架的 那么如果大家想之后呃 开发Java程序的话就下载这个JEE的版本啊 我这边呢是下载这个Fall C++的版本 下完之后呢 它几百兆下完之后呢 不用安装直接解压就可以运行 呃 Java它运行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虚拟机 所以我们要安装这个JDK 就是Java的这个运行环境 安装完JDK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双击启动这个Eclipse了 那么在Eclipse中呢 想开发Python程序的话 需要安装一个插件叫PYDEV Python Development 这个PYDEV怎么安装呢 我们在这个 呃 软件界面里面有一个叫 呃 安装新的软件这个界面 我们在里边 填这个PYDEV的这个网址 然后呢 点击ID之后 它就会经过漫长的加载过程 它就会出现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对话框 我们选择第一个PYDEV勾选 安装第一个 第二个就不要安装了 这个不是很好用 然后一路那Next就过去了 呃 那么这个安装呢 因为也比较简单 我相信大家都有能力把这个东西装上 呃装完了这个PYDEV的这个模块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下这个开发环境 然后呢 才能让这个Eclipse和PYDEV找到这个Python的解释器 才能对这个我们写的程序进行解释和执行 那么配置这个Python解释器路径呢 也比较简单 呃 在这个Eclipse的这个preference 里面设置一下这个interpreter interpreter 它有这个Json和AeroPython AeroPython是这个Cchop用 Json就是跟Java的这个那个版本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Python Interrupt 呃 interpreter 然后在这里边呢 点击new 然后把这个路径指定到我们这个安装的安装位置 呃大家电脑如果只有C盘的话 那就只能装在C 按照看到了哈 我这里装的是D盘 然后点击到这儿 然后一添加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整个路径下的 包括你安装一些扩展包通通都扫描出来 我们点击OK 这边呢就配置完成了 配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小的程序测试一下这个 呃 Eclipse加PYDEV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我们呢 这个Python的GUI开发之旅呢 也算正式开始了 呃 开发环境呢 我都已经上传到网盘里面了 这个我课程里面介绍的所有的开发环境 元代码 包括可能后面会有一些资料 或者是呃 课外的扩展的这个体验的视频 都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呃 大家需要的话呢 呃 可以找MED学院的这个安老师索取 开发环境和安装包 如果想自己下来的也可以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找MED学院的老师去要哈 呃 如果他不给你的话 你就直接跟他提我的名字 我保证他听了我的名字之后 肯定不会给你了哈 哈哈 开个玩笑 那么今天这次课程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下次课程呢 我们将正式的进入Python开发PyQD GUI的这个课程 好 呃 今天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